在下面这一节里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 喜歌剧与正歌剧 正歌剧呢 我们在讲巴洛克时期音乐的时候 已经做过详细的说评 因为它恰恰是 从1600年诞生的 一种浩大的音乐文化题材 而且它成为了当时 乃至于后来几个世纪以来 最大规模的音乐题材 歌剧的出现 确实繁荣了整个社会的音乐文化艺术 然而走到古典主义时期的时候 歌剧发生了一些变化 而这些变化使得歌剧的文化走向 也从此不同 正歌剧我们知道 由于歌剧特别注重现场的表演 人们在整个17世纪到18世纪 逐渐培养出了一种观赏习惯 那就是人们轻戏剧 轻剧本 只去看舞台上表演的现实的场景 和歌唱家们卖弄他们的歌喉 炫技这样的一些情景 观众们喜欢看这个 而对于戏剧的严肃性 和戏剧本身的思想性逐渐淡化 这形成了什么样的特点呢 歌剧变得非常浮华 一方面 歌剧中穿插着很多 甚至于剧情完全没有关系的涌坛调 来展示歌唱家的歌喉 我们所说过的烟人歌手 他们以非常非常动人的歌声 取悦观众 观众们因他们而聚集起来 人们听的就是角儿们的演唱 而对他们究竟唱什么 有的时候并不关心 歌手们大量的加入了装饰 加入了一些记性的唱段 这也破坏了剧情和戏剧的发展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 他们追求着歌剧院里奢华的场景 华丽的服饰 人们还喜欢看戏剧中间的舞蹈 这些方面都使得歌剧 一方面变得更加浩大 更加繁盛 另一方面 在其内容和核心上 又显得非常的浮华而脆弱 歌剧的奢华和它的夸张 是与当时的宫廷和贵族们的需求和审美相关联的 歌剧变成了奢侈之物 歌剧并不是给汇集普通大众的 所以歌剧变成了奢侈品 它在内容上 形式上的夸张和肤浅 于贵族社会认为这是一种特权的价值 两相融合在一起 就把正歌剧推向了一个极端 这个极端使得歌剧必然会发生改变 歌剧的改变是从喜歌剧的出现开始的 1733年 意大利作曲家派格赖西 创作了一部喜歌剧 叫做《女仆做夫人》 《女仆做夫人》首演于1733年 最初是作为正歌剧 傲慢的囚徒中的木监剧上演的 剧情生动有趣 管家女仆希尔皮纳 为了当上女主人 以辞职出嫁相威胁 主人乌贝托虽然犹豫 但害怕失去这个可爱而精明的女人 终于娶她为妻 这个歌剧很短 而且它表现出了一些 与正歌剧截然不同的特征 从剧情上来说 它所表现的不再是神话和历史传说 而是具体的示警人物和具体的事件 表现出底层民众 普遍的一种喜好 和一种对于戏剧的一种快乐的追求 为什么叫喜歌剧呢 因为它所表现的内容并不是悲剧 并不是那些引人深思的东西 而更多的是一种乐乐呵呵 高高兴兴的故事情节 所以喜歌剧更容易招揽底层民众 同时人们认为这样看戏更舒坦更舒服 那些曾经只为贵族服务的正歌剧 在这个时候就逐渐的开始失去它的市场 从1733年这部戏的首演 一直到18世纪50年代 喜歌剧一跃成为歌剧舞台上的一个新的明星 与正歌剧直接发生了冲撞和抗衡 在剧的情节上 在剧的演出的方式上 在它所有表现的人物和思想处理上 还有包括它的受众方面 歌剧形成了它自己的一个新的特点和新的领域 也在歌剧艺术本身上产生了一种新的突破 1752年 女婆作夫人这部歌剧传到了法国 在法国上演的时候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方面那些旧式的贵族和那些保守人士认为这部歌剧有伤大雅 实在是寻常理弄里头不登大雅之堂的戏剧 而另一派 那些非常崇尚于新艺术 并且希望挖掘市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派别 他们认为这样的歌剧太好了 它反映着歌剧的未来 在这后者中间 有一个著名的派别 它称为百科全书派 这个派别不仅推动了文艺 更推动了思想和文化的建构 特别是他们对于历史经验知识和科学的探索 以及收集 在这些方面他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里头的代表人物是让亚克卢梭 卢梭非常赞赏这种喜歌剧 他认为这种歌剧才代表着未来 在喜歌剧的推动下 让亚克卢梭自己也创作了一部喜歌剧 叫做《乡村补者》 这部歌剧也是取材于法国当时的市井文化 同时 他主张使用法文来演唱 这就区别于意大利文的正歌剧的那张演出 更重要的是 他认为白话文学 纯粹的法文的世俗文学 才是歌剧发展最重要的机制 音乐应该服从于戏剧 音乐应该让普通的老百姓 一下子感受到戏剧的价值 以及戏剧带来的快乐 喜歌剧成为18世纪歌剧发展的一个明星 他代表着新的趋势 他与正歌剧并驾齐驱 却反映着两个不同的时代 正歌剧究竟向着什么方向继续前行呢 我们在下一节继续给大家去做讲解 感谢观看